金档子和老鸭式怎么区分 很多人只知道老鸭式落叶 金档子不落叶 另外一个中庙的区别 知道的人却不多 那就是果子 也是老鸭式的特点 果子有光泽 也就是蜡质感 而金档子的果子 很多都有细绒毛 看起来像哑光的效果 少数金档子果子比较亮 这种果子的价格相对也会高一些 还有一个区别 在于金档子不受粉 挂果率会低 而老鸭式不受粉 挂果率偏高 金档子装型变化大 大装比较多 老鸭式装型永远比不上金档子 就算遇到好装 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同等质量的大装 如果是金档子可以买五千 换成老鸭式 可能就要加个零 这也是我的老鸭式 都是棍子的原因 不过今天这两根棍子 果子很哇塞 挂果太多 果子有点小 如果及时梳花梳果 可能个头会大一些 两个装没有什么特点 不过造型有点像 尽量做成一对吧 剪下来的果子可以播种 只是播种的果子 很大可能会变异 只有千叉 高压或者分根防殖 才能防殖出纯正的品种 不过千叉难度很大 很少人可以批量防殖 这也是好品种很贵的原因 初步做好造型 背井两边各放一颗 还比较搭配 值得好好养几年 金档子老鸭式 你更喜欢哪个呢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